Made you into health with the slogan check and fee 所以当时我把这个生意的模式 演讲pay debt 一个生意的模式 打进这个市场 另外也做了一个口号 说圈谁要健康去讲 所以这个是很多小朋友从小开始 到现在跟我一起请假 我今年60岁了 但是我以前我48岁改行 这当时很多人都问我 他说48岁改行行经病 我一一级都是做服务的 做假知假行的 但是48岁从头开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在整个心路的过程里面 今天跟大家分享 2002 and 2004 and then we make more effort for the adults and elderly 银法族现在流行就是银法族的产品 所以我们做这个research 刚才我听到有同学做这个bounce 其实呢我们香港也有一些research 做一些for prevention program 到底银法族现在人口老化了 黑群到底这个市场有多大呢 好像香港现在目前有100万的老人 跟我一样60岁 还不说跟人家说我还没老 其实我很老的 但是呢 十年以后 差不多将近有300万的老人 所以老人市场一直蛮大 2004年到2005年的 striving for lowering prices 所以在节里面我们整个在有四个 有四个我们说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有四个突破 第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当时给人家看的 这产品他医疗了要突破 第二个呢我们要突破 因为当时我们的产品大一有小孩子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市场要扩大 第三个呢我们有一个突破 就是我们当时的价钱太高了 因为在几个做零售的这个情本 情本你要计算呢 怎么样我们说一个总情本领先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经营的这个企业里面 怎么样去平衡 第四个我们要做一个google 好了 supply management pull supply list on the so manufacturing material supplies packing material supplies in the light 好了 在节里呢我们的公司 一直上来讲 我是从做我一直讲 其实我以前我不懂什么样去理的学 什么是management 所以我呢这段时间不断来找一些就是一些工具来随时 其中一个是我们透过一个educ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的model 这个model是一个我们在拼人来从好几个角度来帮我们来measure 从这个measure 第一个我们从这个leadership 第一个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istic management 第四个是quality stuff and product 我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不一样 产品也不一样 所以待会呢我就会谈到你们呢做这个research 到底我怎么样是放在这个市场 到第五点呢 No.5 effectiv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第四个 第六个 blowing business and brand management establishment 好了 首先 leadership 在我们公司呢这个leadership呢首先第一点很重要 就是leadership和organization culture ethical 所以在我们的经营里内呢 首先第一点是王兆金牌 王兆 integrity 我们做生意 要王兆 不能配人的 但我们做人做事也是要王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这个企业文化里面的一个价值观的领导团 领导城 还有管理城镇 已经引以认为缺车的一个benchmark 做decision making的时候一个benchmark 人手这个遵守的商业道德 commercial的 这个道德 以谈是这个真诚来理想 我们用精神诚意来做 什么生意 从公司开建到现家里我们从来都没有跟这个友善的道德 有毁坏的这个法律的事情 我们要求员工这样前线的分卖的out-style all the time you cannot you know hard sell you knowhard sell in sell 台湾是不是说in sell in sell hard selling hard selling就是本来这个都是不适合你的 你的in sell给他 不允许in sell 教育员工推荐客人最可视的产品 我们还有建议一个模范的一个团队到前线来做一个考课 所以在前线方面呢我们员工也透过一个balance scorecard 还有迹象管理的里面的一个kpi来管理的 好了我们企业管理包括就是传承了里面就是公屋领导节来做一个decision的一个benchmark 还有我们建议一个人生美门的一个贴上讲了这个havenist the triangle of happiness 这包括the life of Hong Kong people is to shine through extending the marriage of the corporate culture to the area of family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ivil contributions 这个是我们的愿景了 我们还有信念 刚才说有没有使命 信念 什么是信念呢 感激创作不同 为何正经 就好像奥巴马 奥巴马他有个信念是怎么样的 大家有没有记得 Change 是不是 他要改变世界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信念我们要make a difference 就好像最近的李灵 它不是有一个slogan 以前李灵是怎么样 它是根据那一体来说的 是不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李灵说了 现在李灵现在改了 改了是什么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后来他发现到 人家跟他说了 他说你是模范的 everything is possible 现在他要改了 他改成是什么slogan make a check 要改变 改变世界 所以接着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信念 在 敢欲 创作不同 为何正直 另外我们的使命 有EPS Education 还有一个service 我们的歌声的一个我们说的 因为家族观首先是王道经派 integrity the second is the team building 第三个感言感听 所以刚才很好 好像老师跟你们做一些批评的时候 有些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但是我们怎么样感言 有人感言 你就感听 所以在公式文化 我们说 你说啊 我就当礼物来拆 这个就是人家对你讲的一个批评 其实在心里面一个思维 其实是你自己会有一个提醒你的价值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事的一个态度 如果有这个态度 人家多讲 也就多有收获 是不是 好了 第四个 customer driven 唯科主义 好了 我们就通过我们公司的一个 我们说的怎么样去 渗透了 要员工来 来感受这个企业文化 这个项目是很有这个remarkable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里面的 每一个月都有这个activity 刚才说的EQ educational quality 这个呢 就怎么样去做 这个第一个是leadership 所以我们也加以2008年的 intrenderser way on business principle the mean scores the mean scores means we have the five-point scale the first one avoid in public rela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这个是四点八五的 avoid insist to eliminate corrupt package 十点六次 比赛五 看一眼的 encourage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skills 4.25 counter business and tender the truthness is 4.24 and then respect human dignity 我们要赚重人权 这个是十点二三的 所以我们的分数是 也算是scarf在这个leadership 还有我们的social responsibility 现在讲很多是CSR confli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们要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要化为社会 还有考虑 考虑积极的一个财经 还有经济的一个状况 还有考量企业对社会 还有基研的一个environmental的 一个control 还有理性对外